第五个主题是地球的开发 地球的开发和外太空 然后这里是现在的科学发展 地球供应了一些有用的化学的材料 对不起 化石的材料 就那是石头化石 给现在的科学的发展 例子是这些化石的材料非常有用 在交通的领域和日常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什么是化石的材料 第九个我们要懂的是地球 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地方 地球的构造的形态是怎样的 就是它是有高山啊低谷啊还是什么 和大气层的层 一层两层的层 我们大气层除了空气层以外 分多好几层 然后什么过程会造成地球的表面的形状改变 就是从高山变低谷之类的 什么天灾会发生是由于地球里面的变化的过程发生了 地球的里面我们有地壳 就是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地壳 然后里面有地门 在里面还有地盒 里面会有地形额异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熔岩 就是火山的那种熔岩在里面 所以里面的有什么变化 会影响到我们发生这样的天灾 有什么是地球的资源和使用这个地理 地理是地上的地 然后理解的里 然后这一课我们要研究的是地球的系统和构造 还有地球的材料 就是什么东西组成地球 还有地球主要的过程 就是主要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还有天灾的现象 还有地球的年龄 还有地球的资源和这个地理的使用方式 这里有个科学的报导 他说地球的形状到底是球体还是平面的 其实地球的形状是球体的 虽然说它看起来像平面 当我们看去这个海平面上 然后它会形成一条横线 这个假设就讲说地球的形状是球体的 已经被证实了 被这个Ferdinand Margalan证实的 它是出发从西班牙在9月1519年的时候 它已经使用了服务 就是一个马六甲的马来人的村民的服务 作为一个本德德马就是一个探险家 然后它的名字叫做庞里曼阿王 然后还有一个名字叫做Emerick of Malacca 或者叫做Henry the Black 这个是它的名字 虽然说这个Margalan被杀掉在菲律宾 在1521年的时候 但是它的这个探险和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船员 就是它开船 它的船员们都绕着这个世界了 就已经证明了地球是圆形的 就是不是平面的 因为它一直绕一绕一绕一绕 然后到最后它会回来 如果是平面的话 它就永远不会回来这个地方 就圆了才会回来 所以虽然它中间被它杀掉 但是它的船员们都能够帮它一起证明地球是圆的 这里有几个Gatakunji要记的 第一个是Atmosfera 就是大气层 然后Hydrosfera是水层 就是跟水的 就是海洋的 然后Biosfera的话是生物层 就是我们有生物会分 比如说蚊住在地底 然后我们住在地面上 然后鸟的话就住在空中 这样子叫做生物层 还有地理层 地理层的话 我们会有沙 会有石头 会有岩石的一些 然后这个是臭氧层 Bernibisans是变薄 就是我们每次讲的那个大气层波动 就是臭氧生变薄 紫外线就会召进来 Baduan India是火山石 Baduan是石头 所以要记得拿后面这些名字 然后面我们会解释它怎样形成 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名字 这个叫火山 然后这个是变质 然后这个是变质 就是它的那个质量已经改变了 叫做变质石 石头的石 然后这个叫做沉积 就是沉下海底的沉 然后那个积累积的积 沉积石 然后还有Exogen跟Androgen Exogen就是在地球的表面上 Androgen的话是在地球的里面 就是有地慢地和那一些 一个是地球弯 一个是地球内 Jurban China是天灾 然后这个是地理时间表 地理时间表就是我们会分成 很像公元几千年前有恐龙 然后几十恐龙绝种 然后就开始有哺乳类 有爬虫类 有什么 这个叫做地理时间的那个表 然后Force又是化石 我们有地理时间表 才可以推测出那些化石 是在哪一个年代的 然后这个是水的表面 然后表面的地表的水 然后这个是地下的水 地表的水就是河海这些 然后地下水就是那种 井水温泉这一些 然后矿物质 Hydroterma的话是水热 Hydro是水 Derma是日热 水热就是那种温泉这一些 就是它是因为水而加热的东西 然后这里9.1我们要学的是 地球的系统和它的构造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关于地球的构造 就是这样形成的 地球上面有这个空气层 它是什么来的 然后在地球上的水的分布 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海啊 河啊 云啊 湖啊 这一些到底是这样形成的 然后地球的层有什么 和每一层的compositive 就是成分有什么 为什么地球会适合 给所有的生物 地球的系统成立于四个元素 主要的元素 有大气层 有生物层 有水层 跟地理层 都是互相有关系的 所以第一个先来看水层 这个是地球 然后我们第一个先来看水层 水层的话我们叫zone RA zone是地带 RA 就是水 就是水的地带 它包括了河 湖 海 还有被困着的水 比如说冰块 然后在地底下的水 或者是大气层里面的 wark RA 就是水增气 这些都算我们的水层 然后这是大概的水层 大气层 大气层的话就是空气层 它是包覆着地球的表面 然后还有JOSPHERA 是地理层 地理层的话就有石头 跟泥土的那个地端 然后它是在地球的表面上的 BiosPHERA的话是生物层 生物层的话就有HITUBAN 就是生物 生物的地带 它成立于各种各样的生物 比如有人类动物植物和特有的生物 特有生物就很像细菌病毒 这一些微生物 看不到的 微小的叫做生物 接下来到大气层的stratificacy 就是阶层区分 就是怎样分出来 还有哪几层 大气层的层面 它成立于五个层面 它是拥有它们的角色 各自的角色 所以我们以地球的表面 这一层来看 这里是地球 然后就分成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第四层 跟最后一层 ECHOSPHERA 所以总共有这五层 所以总共有这五层 第一个我们来看最下面的 最下面的话我们叫做Troposphera Troposphera 就是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一层 它大概是距离我们地球表面 零到十三公里 然后它是一层 是所有的生物 呼吸 跟风吹的地方 还有云形成的地方 雨形成的地方 还有雪形成的地方 都在这一层 叫Troposphera 这里每一层都记好 因为每一层 它们都会考你 这一层有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记好 然后接下来就到 Lapisan Stratosfera 刚才这个的名字忘记讲 Stroposphera叫做对流程 对错的对 然后河流的流 叫对流程 然后第二层是 Stratosfera叫做平流程 也是一样河流的流 平流程的话 是13到50km就更高一点 然后这一层会比较适合 跟比较稳定给飞机去飞行 因为在下一层的话 有云有雨那些 就对飞机来讲 比较有阻碍 所以飞机会飞再高一点点 然后这一层也会有 Lapisan Ozone 这个很重要 考试一定会问 Lapisan Ozone就是臭氧层 臭氧层的话 它会有Gas Ozone 就是臭氧气体 它是能够吸收 这个太阳的紫外线的 所以现在臭氧层变薄嘛 太阳的紫外线 就不能够被吸收这么多 所以我们就被照到 我们就会得到皮肤癌 然后臭氧层变薄的问题 发生是当这个 Cloro-Cloro-Carbon的物质 Cloro-Carbon的科学学名叫CFC 这个是一个冷却器来的 就是以前的冷气跟冰箱 用的冷却器就是用这个CFC的 然后过后发现到臭氧层变薄了 后后他们就出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叫做HFC来取代 然后所以他们现在的冰箱 都会写着他们是 NUN CFC 就是没有含CFC的 然后这个东西它被产生 除了冷气以外 它还有Rachun Serangga 就是昆虫的杀虫剂 Rachun是杀虫剂 Serangga是昆虫 Berti Sergio是冰箱 Vanyaman Udara是冷气剂 他们会分解掉臭氧层的 这个分子在臭氧层里面 所以就变成那个臭氧层变薄 在上一层是50-80km这一层叫做Lapisa Mesosphere 它叫做中间层因为它就在中间 因为我们只有五层 它刚刚在第三层就是叫中间层 这一层的话呢会燃烧跟会粉碎一些Meteor Ridge Meteor Ridge就是流星发生在这一层 就是如果有流星撞到我们地球 摩擦到大气层就会找我们 然后它会在这一层里面烧起来 跟会粉碎 这样就不会打到我们这一边 然后在上一层的话 就是Lapisa Thermosfera Thermos是热 它叫做热大气层 就是这一层是热的 然后它距离80-480km 它也被认为叫做Ionosphere 就是叫做电子层 然后因为它的这个层拥有很多的Ion 就是很多的电子 然后它能够反射这个收音机的声波 就是传达那个信号 Aurora是极光 这个很常靠 极光它是光线 五颜六色的光线 它是产生于这些有Charge的分子 有Charge就是那个有征服的 然后和我们的地球的磁场 还有大气层的气体会发生在这里 它该讲它叫做Ionosphere 所以它是电子层 Ion的话是negative的 然后它的在negative 跟其他的positive 就会产生一个磁力 产生那个磁力 就会产生那个光线 那个光线就成为极光 像这样子的光线 那个极光就会发生在北极 或者是南极 然后也要有刚好有这些磁力的发生 然后刚好有这些电子飘来飘去 就会产生这个极光 考试很常问 极光会在哪里发生 所以这个要记好 最上面就到Exphosphera Exphosphera的话 就是距离我们地球480公里以上 它已经是最外面的一层了 再出去就是外太空了 所以这一层叫做外翼层 翼是一个兔子的兔 一个兔子的外翼层 然后 这一层的话 它会含有一些很轻的气体 比如有Helium跟Hydrogen 这个也是要背 然后这里的空气会越来越薄 朝向这个外太空 就是离外太空越近 它的空气就越来越薄 因为它的那个地形引力很弱 所以地形引力没有办法 把那个气体往它拉 所以它就会很薄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通讯的 这个satellite 就是卫星 这个也是很重要 通讯的卫星会绕着地球 是在这一层的 是在Lapisat Exphosphera的 它可以让这个打电话 还有让这个电视机的这个信号 可以被人类解除 像我们用了什么DG消控这一些 也是因为有卫星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Exphosphera 所以我们再收到信号 然后就到下一个 你会遇到什么东西 如果你爬山的话 你会不会越来越冷 跟很难去呼吸 所以它这边就画图给你看 这边是我们的地表嘛 我们地表这一层叫Traposfera 然后我们再上去这一层 就是肥即肥的地方 然后有些山的地方 是几乎靠近肥即肥的地方了 所以它讲从Straposfera到Straposfera这一段 Ltitude会越来越高 Ltitude就是海拔 就是离海平面的那个高度 它说海拔 海拔会越来越高 然后海拔越高的话 Sermaking Meninga Altitude Sermaking Renda Tegana Udara 就是气压会越低 然后温度也会越低 当这个海拔变高 因为我们离开这个地球了 离开那个表面了 所以海拔高的话 气压就低 气压低的话 就是因为气压低 是因为地形引力变弱了 所以空气就没有办法被洗这么多 所以就很少空气 很少空气气压就会低 然后温度也会低 然后接下来就到海洋的这个分层 就是这样分 海洋的话也是这样 可以分成好几个Zone 就好几个地带 然后我们会分成这个Zone 是可以被阳光灯布斯的 就是穿透的 就是阳光可以照到 跟阳光完全 朗松是完全不可以被照到的 或者是叫做Zone Gelap 就是黑暗区 所以海洋的话 我们分成三个 一个是表面我们平时游泳的地方 然后有Tunga Malam 就是在半夜的 然后还有一个Gelap 就是完全黑暗 什么都看不到的 然后这里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懂的是这个表面的地带 在这个地带呢 水是非常浅的 阳光是可以移动 然后可以穿透它 这事情就可以让这个地带的人 适合给植物生长 因为植物要进行光好作用 所以植物就只会在这边 Dunga Malam的话就半夜去 半夜去的话 它只会有一点点阳光 或者是没有阳光 那个植物很难在这里 在这个深度生存 但是在这个深度 就会成为奇迹地 给那些海洋动物比较大的 比如Soton Maksasa 就是巨大雾贼 还有各种各类的鲸鱼 鲸鱼是那个 背后会碰水那一个 Zonga Malam的话是黑暗曲 这个曲是非常大 就是非常深 然后是没有阳光可以到达 就是完全没有的 所以大部分的动物在这个Zong 它们会有闪闪亮亮的身体 或者是它们会发光在黑暗 这个很重要 就像这个鱼画给你看 虽然真的鱼不会长这样 不会那个手电筒这样 但是它们有些 它们的身体就是夜光的 它们的花纹就是夜光的 这个是为了保护它们自己的 因为如果它们全部按到完的话 它们都不懂自己在哪里 所以它们身体会自己发光 然后就到在地球上水的分布 海洋会有这个比较多的水的含量 从哪里是水的来源 就是水一开始从哪来的 海水是遭遇到蒸发 它被太阳的照射蒸发 然后它就被带到陆地 被云带到 在它毁到河之前 作为雨 就讲 它原本这个海水 它会蒸发嘛 蒸发就被太阳蒸发咯 被太阳蒸发就变成云嘛 变成小水滴就变成云 然后云越来越重就变成雨 所以雨下了过后 就会回到 就会流到河 河最后才流到海 所以它是这样跟你解释 海水从哪来 所以河水的话 它又会在流到海里面 所以这个叫做 Gita Ra 叫做水的循环 这个水的循环的过程 是Bertalusa的 是持续的 所以也可以背说 这个水的总数 含有在地球上的 跟在地球表面的 跟在地球的大气层里面 时常都是固定的 因为它就一直在循环 所以加起来一定是一样的 没有变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边 一开始的 我们先看这个 海水的部分 海水就是我们储存的水 所以它会蒸发 蒸发就变成小水滴 小水滴凝聚 就会变成云 然后这个水 就会被收在 Almosfera 收在我们的大气层里面 也叫做云 然后这个云 就会越累积越重 就会变成雨 如果天气很冷的话 它会变成冰块 也会变成雪 然后如果变成 那个雪跟那个饼块的话 有可能会被地底吸收 就是讲你下雨 下雪的时候 那个地上会吸收那个雪 然后那个雪就会融化 然后又变成水 就留在地底里面 然后留在地底里面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罗汉RA 罗汉RA就是地底水渗透出去 就可能是会有温泉 还是冷泉 这些就是叫做地底水 或者是精水 然后这些就存在水底的 存在地底下的 没有拿来用的 可是有时候 它也会渗透去那个海里面 如果那个 海的那个沙滩 太干的话 它就会渗透它的水出去 然后雨的话 它最后那个水 就会流到河流 然后我们也称为Mata RA Mata RA是指水的眼睛 就是会冒水的地方 像有些地上 它们会时不时冒水出来 那些叫做Mata RA 像他们有些 呃 发现温泉 它也不是突然间一个温泉在那边 它是发现Mata RA 他们就跟它越挖越大 越挖越大 然后那个水全部出来 他们就收起来了 就变成一个温泉这样 然后这边有这个淡水区 Aidawa是淡水 Simbana是储存 淡水储存就像那个河啊 湖啊这一些 然后这边有河流 然后这些水全部都一样 会本年加淡的 都会蒸发又再变回云 然后这个水也是一样 到最后会流到表面 所以就一直在循环 不会停的 然后接下来就到地球的层 地球层的话 我们会分成三个主要的层 根据它的那个物理特性 也就是它的地桥 地慢跟地核 这个Mata就是地慢 地慢的话呢 里面会分成三层 有Lithosphera Astenosphera 跟Mesosphera Lithosphera的话是地层 就是地球的地 然后一层楼的层 然后Astenosphera的话 是岩流层 岩石的岩 一个山一个石头的石 然后河流的岩流层 就是那个熔岩活动的地方 然后Mesosphera的话 是中间层 so如果你剖开那个地球的话 最上面我们站在的地方 叫做Gerat 叫做地壳 地壳的下面就叫做Lithosphera Lithosphera包括两层 它包括Kerak 还有包括Mandau的上面一层 因为Mandau的话是地慢 地慢分成三层 so地慢的 这边画出来给你看地慢 有三层 这个Brown的跟这个红 主干红的 还有这一层 总共有三层 然后Lithosphera的话是 它的上面这一层 跟那个Kerak 两层在一起 叫做Lithosphera 然后中间这层叫Astenosphera 下面那层叫做Mesosphera 然后就到地慢 the rest sorry到地和 the rest的话是地和 地和的话分两个 一个是Lua 一个是Dalam 那个是外地和 一个是内地和 内地和就是最中间的 外地和的话就是比较靠近地慢的这一层 然后这边说地球是唯一的加给所有的生物 要回想起这个太阳系的这个课 已经你已经学了的在小学的时候 地球是第三个星球从太阳排起 然后它也是唯一一个星球是适合为了居住 在我们的太阳系里面 就是有那个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然后天王星 跟海王星 在明家记起来 明年也是会考 然后其中一个地球的特性的特点 会造成地球适合给全部生物生存的 就是地球的温度不会太过热 或者是冷 比较起其他的星球 因为星球是结冰 星球是在烧着的 这事情是因为地球的位置 它待在不会太近 也不会太远的 远离这个太阳 除此之外 这个水的存在 还有Oxygen氧气的存在 在这个地球上 也导致这个地球适合给所有的生物生存 所以人类必须要爱地球 通过照顾环境 照顾得很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未来的研究 这个科学家他正在研究其他的星球 是适合为了被所有生物居住的 以便我们能够搬去这个星球在未来的时候 就他们在研究是火星可以住 还是土星可以住 然后接下来 那就到巴汉不灭就地球的材料 地球有什么做的 地球的柯拉就地壳 它形成于各种各样的石头 都是不同于颜色 构造 形状 呃 texture是它的那个 呃 感觉 就是它是粉粉的 还是绵绵的 还是浓浓的 这样种叫texture 它的感觉 还有它的形成方式 一般上来说 石头是可以被分类的 分成三个种类 有八段 英语前面讲过 sedemon讲过 metamorphic讲过 自己看回去 各种种类的石头 都会被成立是用不同的方法 然后它会拿一些时间 就是花一些时间 要花几千年的时间 所有的石头都会含有 被认为叫做矿物质的材料 所形成的 这里要学的是 石头的种类 跟它的特征 所以第一个石头 叫做Ignus Ignus的话 它是形成 雨冷却的过程 跟凝固的过程 然后是来自 Magma atau Lava Magma跟Lava 这两个字要配好 Magma的话是熔岩 就是还没有 喷出来的熔岩 然后Lava的话 也是熔岩 但是Lava是喷出来的 就是说假设 这是火山 然后里面一定会 一堆熔岩嘛 这个时候全部 都叫做Mama 当它喷出来过后 这些被喷出来的 这些叫Lava 海在里面 还没有喷完的 它这里叫Magma 所以这样不要记好 然后它们会流出来的 会从这个Lava Mantle 就是从D-Man 这边流出来 因为Mantle 是那个熔岩层 所以熔岩层 从熔岩层流出来 然后过去 就流到地球的表面 然后就会形成这个石头 所以它会含有 各种的矿物质 因为它在D-Man 那一层 会有很丰富的矿物质 所以D-Man的话 就是要靠沉淀的 所以它是靠Mambatan Mambatan是压缩 它会靠这些Mambatan的材料 Mambatan就是沉淀 就比如说 下面可能会有烂泥 然后刚好海浪打上来的时候 沙就会在上面 然后可能过一阵子 又有一个动物死了 然后它的尸体在这边 又在沉淀 然后海水又在继续打 然后沙又盖 就会发现很多层 然后这些层很有可能是被河 或者是被冰川 或者是被缝带来的 然后它会成立于很多的层 然后有时候是有洞的 它会含有化石 化石就是我刚才讲的 动物的尸体 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嘛 所以可能会有动物的尸体 动物的骨头 还是叶子啊 树根啊 都会有 然后 Wironga的话 就是有洞 有洞是因为它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时候 中间可能会有缝隙 因为那个沙打上来 不可能还帮你铺平平的嘛 所以可能中间会有一点洞 所以要记好它的特性 然后Metamorphic的话 它是成立于这个 Ignus石或者是Sediment石 都有可能 然后 它成立的时候 还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Degana Yansanga Tinggi 第二个条件就是 Suhu Yansanga Tinggi Degana是压力 疏忽是温度 它一定要高压高温 它才会形成 就不管是Ignus石 还是Sediment石 都有可能变成Metamorphic 只要它在高温跟高压下 它就会变成Metamorphic 然后 一般上它会比较硬的 会比它原本的石头还要硬 看形成它的石头是什么石头 假设比如说是Ignus 然后可能这个Ignus 可以承担1000公斤 可是当它被高温高压过后 变成Metamorphic过后 它可能可以承担2000公斤 或者是1500公斤 一定会比它更耐 然后石头的形成的过程 怎么样这些Batuan Inia Sediment跟Metamorphic 是可以被形成的 跟形成过程的 这个石头的过程 可以被解释 用我们旁边 我们在一个图来解释 所以一开始的话呢 我们会有Luluhawa Luluhawa的话叫做风石 风石的话就是被风侵蚀的意思 好像我们的山可能是这样子高高一座的 然后风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 墙久下来那个山可能就会变成这样的形状 这个叫做风石 然后除了风以外 雨也会侵蚀它 所以Luluhawa包括风 包括雨的侵蚀叫做Luluhawa 然后这个侵蚀就会流下去 因为Hakisan是侵蚀物 就是被侵蚀下来 那些砂石头啊 被打下去了 打下去了 过后呢 它们会满巴蛋 它们会被压缩 然后 它们也会有这个海里面的东西 会有贝壳啊 雨啊 就会沉淀下去 然后Bermondapan是沉淀 Hakisan是腐蚀的物质 就是从Sky山上垂下来这一些 它们就会跌下来这里 然后再经过满巴蛋 再经过压缩 就会形成Batuan Serbiment 就是会有一层一层的 然后接下来 它们会经过高压高温 因为被沉的人压到地底了嘛 压到地底了高温高压 就会形成Batuan Metamorphic 然后 这个熔岩 它们会冷却 也会凝固 如果冷却凝固 就会形成Batuan Igneas Batuan Igneas 就会被送到地球表面 就是被火山 火山盼的时候 它就会跑出去 跑出去 又变成Hakisan再下去 可是如果它没有跑出去的话 它就会经过高温高压 因为它就在里面嘛 所以长期高温高压 下来它也是会变成Batuan Metamorphic 这个Batuan Metamorphic 它不永远存在的 因为下面高温高压 所以它还会融化 如果它融化 它还是会变回熔岩 又再继续一个循环 然后 这里告诉我们 那个热能跟那个压力提高的方向 是箭头是往下 就是讲越靠近地球里面 它的那个温度跟压力就越高 然后这里是地球的主要的过程 所以地球的主要过程有什么 会造成这个改变在地球的表面上面 地球的改变又怎样会形成 其实地球的表面可以形成是通过两个过程 一个就是地球外 一个就是地球内 我们先来看地球外的exogen了 地球外的话就会发生在地球的表面 比如说Lulu Hawa Haki San Haki San是青石 Sosu Tan即性的话就是质量减退 Sosu Tan Diet 德的话也是一样质量减退 然后接下来还有 Uncutan 就是搬运可能被风吹走 搬去阿尼 Bönönapan的话是层电 就是被压在下面出不来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Lulu Hawa Lulu Hawa的话它是一个过程 它会分裂 根会分解 或者是会腐蝕 这些石头 是由于温度的改变 还有雨水 还有这个Frost Frost是爽 就是还没有到结冰的那种 叫做爽 一个下雨的雨 下面一个香性的香 还有一些微生物的Tindakan 就是行为 可能有霜结在它上面 等一下那个霜融了过后 就跟那个石头一起掉下去 然后Microganizma的话是微生物 可能它腐蚀它 就会让它跌掉 Hakisan的话是腐蚀 腐蚀的话 它是一种 侵蚀它的过程 本它无散就是把它侵蚀掉 把它弄掉 然后它会被地球的表面 遭遇到 由于这些Agent agent 就是一些媒介的动作 这些媒介是会Burgara 是会移动的 比如水 比如风 比如海浪 这个很重要 然后接下来就到 Sustan即兴 跟Sustan direct 就是那个绝量减退 它牵涉到地球的移动 来自可能山坡上 去到下面 由于这个地形引力 就比如说土崩 这样子的话 它的质量全部掉下来了 然后还有 Uncudan是搬运 本人它搬是沉淀 这些物质 它们已经被Luluhawa的 就是已经被侵蚀掉了的 或者是被 Hakis也是侵蚀 它们就会被带走 被这些Agent agent带走 就是被这些媒介带走 就比如说水的流动 把它们冲走 风吹走 海浪打走 或者是冰川 把它们弄走 这些的材料 能够被沉淀下来 当这个Haklaju 当这个速度 就是这个Agent的速度 这个媒介的速度变慢 比如风吹的时候 很慢的吹 这样它们就会 停留在原地 然后就会沉下去 下一个就到Androgen的 Androgen是地球里面的 它是在Dalan Bumi 在地球里面 然后它也会形成 跟会改变地球的表面 就比如说有这个 地慢的Olaqan 就是地慢的移动的过程 还有熔岩的活动 还有地窍的移动的过程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懂的是 我们要做熔岩的移动 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 这个箭头一定要会画 就是这个熔岩的箭头 它一定是绕圈圈的 所以它不会是一个圈圈 它会是很多个小圆圈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火山爆发的时候 就会讲 这会有两座火山 你这个爆这个没有爆 就有可能它的这个热 的转动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没有再转 这样它就不会爆出来 所以它转的时候 一定是绕圈圈的 然后至于你要向左向右转 随便 反正一定是热的上去了 过后冷的会下来 可是你要画成圆圈 所以我们会通常这样画 然后热的上去 冷的下来 如果你要这样 这样也是可以 总之你要形成一个圆圆 你不可以这样这样 或者是这样这样 就是不可以直线 一定要形成圆形才可以 然后 这里教的是地慢的移动 就是地慢的滚动的过程 欧拉格我们叫滚动 因为它是圆的 高的这个温度在地慢里面 还有在地核里面 在地球里面 就会产生一个流动 然后是滚动的流动 在这个Asternosphere这一层 这个流动它就有能力去移动地壳 就是地球的表面 我们的地球是由七块地板形成的 所以那个熔岩 如果它太激动就会把这个地板移走 如果这个地板被移过来 然后另外一个地板又被移过来 两个地板就会相撞 就会发生地震 如果这两个地板的上面是海来的 就是它们不是陆地 它们是海来的 这样子两个地板撞到 然后就会翘起来 翘起来这个海浪就会被打上来 就会变得海啸 然后下一个的话就是地壳的移动的过程 我们也叫做Platytonic 就该讲的地板叫Platytonic 根据我们Platytonic的这个概念 地壳会被分为好几片板 这个板就时常会移动 它就会造成翘起来的过程 跟裂开的过程 然后就会产生各种形式的地球 以及 哈牛蛋这漂流 然后Bernois的话是 地板或者是地面 它们就会漂来漂去那片板 如果那片板是可能一座岛 这样那座岛就漂来漂去 但是就不会发生地震 这里给你看Platytonic就是相撞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往上 往左轴 这个就往上走 因为它被推过去嘛 然后刚好这个往下 这样子就会形成 它们就变成两个没有撞到 它们是摩擦 它们没有撞到就不会有地震 但是就会发现到 这边板比较高 这边板比较低 所以就形成高山跟低谷 然后也会形成一段斜坡 或者是一个楼梯阁 这样 下一个是熔岩的火洞 这个火山它是其中一个 就是一个空洞 它是从这个地壳的里面空出来的 它允许这个水状的 就是液体状的这个熔岩 很热的让它出来 通过它用这个爆炸的形式 就是爆发的形式 然后是管得很强的爆发 然后这些爆发的这个材料 在这个以上该讲的就是这个火山 它们会堆积 它们会堆积在车润楼 就是在这个火山口的斜坡这一边 然后会形成一个 就是形成那些圆柱体 所以原本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爆发过后 爆发过后 你冷静下来过后 就形成一个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圆椎体 天灾的现象 在学完这个地球外 跟地球内的这个过程过后 再上一个topic 你知不知道关于这个 地球内的过程的后果 地球内过程的后果 就是天灾的发生 就比如说地震 土崩 海啸 火山爆发和其他的 你可不可以确认 每一个天灾 就是你要看图片 所以这个图片要记好 这个你们的图片是黑白的 所以你们可以在旁边 做点笔记 这是火山爆发 这是全球暖化 就是我们现在有的 苏南米海啸 然后地震 这个是塌陷 就是那个路上突然间有一个洞 线下去 这个叫塌陷 然后土崩 Tanagelus的话就是 像沼泽地那种烂泥地 叫Tanagelus 就是你一塌去 就是软软绵绵的 因为整个人被陷进去 然后你出不来 它跟Luban Burnham很像 但是它不一样 Luban Burnham的话是这个洞 就是它表面好好的 可是它里面的话 已经塌陷了了 就是它里面的那个沙石 是水溶性的 所以已经溶在水里面 它已经变一个空洞了 久而久之那空洞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到这边 然后有一辆车过来 太重 这个地板就裂掉 然后就一个洞 然后这个车就直接掉下去 可能会有几十米或几十公里 都会有的 这个是一个洞 然后Tanagelus的话不一样 它就是泥土 但是它绵绵的 然后它通常是在沼泽区 然后Hujan Acid是酸雨 也是很常发生的 它是一般上是在工业区 所以这里画图片给你看 这个就是那个烂泥地 然后你就会被陷进去 然后这是酸雨 科学跟科技为了面对我们的天灾 因为天灾散不掉嘛 所以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先预知 然后先去找地方躲起来 然后等过了过后再回来 所以科学跟科技的进步 让工具的发明能够给提早的警示 就是警告对于土崩的发生 还有海啸的发生 所以这个的话是要看土崩的 门而山是感应 感应土崩的工具 第一个的话我们有用到的是 班都安 格隆邦 格鲁里 格鲁里是白杠 格隆邦是波浪 班都安是指南 就是有一个白杠的波浪指南 然后它会外面有一个这个 Curricule 是火石 火柴的火石头的石 火石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坚硬的东西来的 就是它不会倒的 然后这个格鲁里的话是发动器 transfer的话是引导器 这个东西呢 它说我会被放在这个斜波的上面 为了要给出提早的警告当发生土崩 它的影响是像这样子 因为中间有这个波浪的这个班都安 所以如果那个地面像这样移动有这个箭头 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 橙色中间的这个班都安会被移动 被移动的时候 它的这个transfer就会感应到 然后就会启动这个 Bangara 就会有这个警报器 Alarm就会响 其他人就懂要地震了 要土崩了 他们就会跑或者会闪 这个是改变这个 斜波的形状 就会制造出它释放这个 acoustic从这个石头上面 acoustic是声学声音的声 然后学校的学 创造这个声学 然后这个音波就会感受到 然后就传到transfer 然后就启动Bangara 所以别人就会知道 然后这个是在马来西亚感应海啸的工具 在马来西亚用不了 我会被放在这个 Persicieran Bantai 就是海边 为了要给提早的警告发生 当这个海啸发生的时候 会通过satellite 就通过那个卫星 它会发送信号 so它问你 可不可以想到 其他的发明是被用 为了要预测 或者是给出提早的警告 关于发生这个天灾的 这里是天灾的后果 天灾就比如海啸啊 地震这些 就可以造成生命的消失 就是人命伤亡的意思 然后还有疾病 还有哥布罗兰 就是饥荒 就是很饿 因为可能地震还是什么的话 他们就没有东西吃 就会饿死 还有财产的损坏 你的车 你的物质这些会坏 我们应该要同情 跟帮助那些天灾的盲散 盲散是受害者 43个马来西亚人民被杀死 就是死掉了 由于这个很大的海浪 就是这个海啸的很大海浪 12月26号在吉隆坡 有很多人已经被牺牲了 包括43个在马来西亚的人 他们被打 被这个很大的海浪打到 由于这个地震 发生在苏门达拉的北边 在今天 然后是非常恐怖的 在世界上 然后常在这40年里面 是最恐怖的一次海啸 最恐怖的一次海啸 然后有事三个马来西亚人死掉 有很多的物质跟财产都被毁灭 由于这个海啸 然后这里是在金纳巴鲁山发生的地震 他这个东西是发生 发生的时候有19个受害者死掉 然后这个是 Bandia Lombor就是烂泥水灾的发生 在金纳巴鲁山的时候 他们有安装 这个 plastic的 住家的雨伞防护具的构造 的方法 他说不适合 给这个 农夫 在这个原因 去刺激到这个 烂泥水灾的发生 这个事件的话 你可以去看回 Scan a QR code 你可以看这个新闻 然后这个是地震的新闻 这是海啸的新闻 这个是在 金马伦发生的 那个Bandia Lombor的新闻 然后 这边的话 需要讨论地球的年龄 就地球到底几岁 so地球年龄被预测是4.5billion年 这个一定要几岁 然后 我们是从这个Meteority Andypa Olayhi 发现的 这个也是要被 Meteority的话是那个流星 就是那个流星打下来了 过后 它会变成一个石头嘛 就剩下烧了 然后一个石头 他们用那个石头来 测量 它的年龄 然后来预计 地球到底几岁 然后这个地球也经历了 各种的时间的阶段 然后已经改变 跟形成我们的地球的这个表面 还有形成它的生物 那个 sorry 地理学家 Geology是地理 地理学家 他们确认了这个时间 很长的时间 作为era 就是 世纪或者是年代 然后每一个era 每一个血迹都被分成好几段的时间 so一开始的话 我们会分成这个era 就是有Senozoic 有Mesozoic 然后有Paleozoic 三种 然后每一个era里面又在有Tempo 就是有一个石段 这里有Quaternal 有Tertile 有Carport 有Zuria Trius Perm Carbon Devon Silver Ordowski Cambia 这几个 然后这边还有Pracambia 每一个阶段有个动物又完全不一样 然后这里问你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era到底是哪一个era 还有一个要记得是这个my 如果有看到这个m大写点 y大写点的话 它指的是Judad andahun m指的是英文的million 就是百万 y指的是英文的years million years 百万年 所以马来文叫Judad andahun 接下来到Fossil是化石 化石的话 它是一个地球的材料 然后它Tribonum跟Tertimbus 被埋或者是被填进去 就比如植物啊 动物啊 昆虫啊 在很长的 很久的时间里面 这样这样子就是一个化石 so它这个是一个可能一个蜗牛 还是一个什么的壳 然后它被埋进去那个沙里面 然后它又被填进去 就是一堆沙会跑进去 就是填补它的那些空间 这里是以前的时代 它问你知不知道关于这个化石 是来自于拉丁字Fossilis 意思就是被得到从挖掘 就你从挖掘挖上来的东西 挖到那个东西就叫做Fossilis 所以我们的马来文叫做Fossil 叫做化石 是我们挖出来的东西 然后化石的重要性 对于现在科学的发展 化石的记录会给出资料 关于动物的品种的方法和植物 在地球上的怎么样改变 通过这几亿年里面 然后化石的记录也给一些资料 是关于这些品种已经消失 从地球上就比如恐龙这一些 所以它一开始给我们年代 是说阿扫吾索不秘 就是地球的由来 它说是有5000个Jutaan 然后这个是说生物的阿扫吾索 就是原油 就是生物从哪来的 所以在5000年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然后到4000年的时候 过后就开始有西菌 然后到3000年 再过来到2000年的时候 有Protozoa就是原生虫 然后开始有海草 在1000年的时候 开始有水母 开始有鱼 开始有昆虫 然后有恐龙 然后有油花植物 然后有人类 然后接下来就到地球的资源 跟使用的这个地理 我们的表面水 就是地表水跟地理水 到底有什么用 就来问你什么是这个地表水 地表水就会被发现在地球的表面 就比如说有海水 有池塘 有河水 就地表上可以看到 就是地表水 地表水它可以被污染 是由于我们丢垃圾 丢比如说从工业区丢过去 从住宅区丢过去 过多的那个肥料使用 还有杀虫剂的使用 从这个农业 也会污染到河水 然后这里问你 知不知道关于这个有地下水 是在地球的表面 就被称为叫做地下水 他就说我知道地下水 或者叫做Aquifer 这个要记得 Aquifer是地下水 他们是被包袱 他们被这个空的空间包袱 在这个泥土的颗粒中间 直到到达这个地 那个石头的表面 然后是不透水的 就是那个石头不会吸水 不透水的 这样子那个水就会害存在 在那边像吗 泡温泉这样 然后这里有个问题 是问你这个地表水 是不是 地表水和这个地下水 是不是互相有关系的 就是地表水剩多少 地下水就是剩多少 它们是不是有关系的 这个去找答案 下个礼拜我们讨论 然后 这里说 Bajakimia是化学的肥料 和这个杀虫剂的larit resab 就是它们的渗透性 在这个农业里面 会造成地下水 遭遇到污染的风险 这个化学的残渣 或者是工业 或者是住家的残渣 在这个消灭的地点 消灭垃圾的地点 会带来风险 去污染到我们地下水 因为我们把垃圾丢在水 然后下雨 那雨水就会 领到我们垃圾 然后我们垃圾就会溶 然后那些有毒的物质 可能我们的生饭生菜什么 就会的话那个水 那水就会融在那个泥土里面 然后那个水又流去地下水 所以地下水就会受污染 这里是经济的矿物 经济矿物就是可以卖钱的 经济矿物的话 有金属矿物 有非金属矿物 还有锡有矿物 金属矿物的话 就有铁 会有锡 会有金 然后非金属矿物 就有火炭跟石油 稀有矿物的话 会含有一个或更多的 来自于我们17个元素 就是稀有元素 这个在第7颗还是第6颗 自己看回去 然后会发现在我们的地壳上面 就地球的表面上 虽然接近所有的这个矿物 稀有矿物可以被发现的很多 但是这些矿物是很难被分开的 因为它们的存在都是跟 其他的稀有矿物在一起的 由于它们有特别的特性 这些矿物 然后这些矿物就被用在 先进的科技 就比如说电脑啊 DVD啊 还是通讯的工具 或者电视机或其他的 所以这些稀有矿物 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发展 还有世界的经济发展 石油跟火炭也是被用 作为一个燃料 火炭和石油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一定要被考试会考 这样形成 首先来看火炭这样形成 在几千万年前 这个植物就会死掉 自然的死掉 这样这样 自然的死掉过后 过了几千年 几十年了过后 这个残渣就会被沉下去 被埋下去 然后会在这个沉淀物 或者是在烂泥下面 就像这样子 在中间 然后长时间下来 上面会有泥土嘛 会有重量嘛 所以长时间下来会有压力 会有温度 然后都是定义都是高的 高温高压 然后这个植物的这个化石 就会换 慢慢的换 慢慢的转换 变成那个火炭 所以火炭是怎样形成的 就是靠植物的实体形成的 然后到石油和天蓝气 这两个是一起的 这个很重要 所以问你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一起形成 so一开始的话 我们的这个一定是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陆地 一个是在海 这个很重要啊 上面这个只有在陆地 两边在海的 这个的话有陆地跟海两个 所以我们先来看陆地的 陆地一开始就是会有这个生物的残渣 陆地的生物残渣 它们已经死掉了 就会被埋在这个地底下面 然后就会有这些被困着的这些化石 像什么骨头啊皮啊还是什么 然后下面的话呢 就会有海咯 然后这边是海底嘛 这样这个海洋生物死了过后 也是一样会沉到海底 这个鱼原本在这边有 它死了过就在这边 然后久而久之就会慢慢被盖着嘛 被覆盖嘛 所以它上面可能会有伦布烂泥 可能也会有石头 所以过了几百万年过后 这个西萨西萨就越埋越深 什么更加物越来越远 靠近地球这一边 然后会在很厚的层面 有石头跟烂泥 一直把它压着 然后因为有这个细菌的那个作用 就是细菌会腐蚀它 会侵蚀它 然后就会有 Paraputansapara Paraputansapara Paraputansapara就是一半 就是不是完全的腐烂 因为一直有海水 什么冲来冲去 泥土什么 所以它们不会完全的腐烂 会有一半的腐烂 会发生 发生是因为缺少氧气 因为它是覆盖覆盖覆盖嘛 所以那个细菌也会缺氧 所以它们不能够完整的去腐蚀它 这个分解接着就会被这个细菌 被细菌进行 然后它会有高温跟高压 因为越满越深 然后温度就越来越高 然后压力也越来越大 然后最后就会产生 汽油跟天然气 那它产生的时候 汽油是在下面这一层 然后上面这个空洞呢 就是气体 因为气体是空气 所以是空间的地方 然后它一定会问你 为什么气体在上面 Petroleum在下面 你就要讲 因为Gas Asli是气体 它固扰 所以它会在上面 然后Petroleum是液体 它就在下面 接下来就到水热的过程 你有没有曾经去过 或者是玩水过 在温泉 这个要记好 这个叫温泉 你就不知道关于温泉 为什么会热的原因 温泉是被加热 被这个热能来自于地球 然后是天然的 这东西就被认识为 叫做水热 就是靠水浓热的 有什么好处对于水热 在经济领域方面 所以第一个水热 第一个温泉 是在霹雳的苏奈克拉 然后这里给的是 这个温泉的行程 和制造这个电能 用这个水热 所以如果这里的热 因为有些那种太热 也不适合哪里泡温泉 像外国很多个太热 我们就拿来煮那种水煮蛋 那样 也不适合哪里给人泡 因为会收掉 所以如果是太热的话 我们就不会做成温泉 就不会做成旅游 身地下 我们就拿来做发热的 那种发电站 so 我们知道这里有热能的话 我们就会在这边 开一个洞 让那个热气可以上去 so 热的上面这一层 一定是 Metamorphic的 然后 在上一层的话 就是 Aquifal 就是我们的地底水被加热 地底水被加热到上面就会有水咯 然后我们开一个 Telaga Telaga是井 这样子 Aiabana就可以上去 Aiabana上去 热水上去就会有steam 这个steam 就会有这个热的蒸气 steam是蒸气 热水上去就会有蒸气 这个热的蒸气 就可以移动我们的 Turbin 就是马达 移动这个马达 就可以制造电能 就是发电 然后上面就会有一个发电站 这样子就可以发电 就可以省其他的东西 就不用再燃烧石油 因为这个人们就在燃烧着 然后 人类活动的一些坏处 人类活动如果没有计划的很好的话 就会给一些坏处 给所有的生物在地球上面 想一想解决的方法 这里第一个是砍伐森林 水就会造成土地侵蚀 也会造成闪电性水灾 因为那个树根没有抓住泥土 泥土就会被冲走 泥土被冲走那个河 水就会满出来 因为那个泥土全部跑去河里面 所以河水就浮上来浮上来 然后就满上来 然后就沿水 Bradania的话是农业 农业的话就会造成植物跟动物 绝种 因为如果你疯狂的 在种东西的话 你就会把其他东西 皮他树砍掉 为了种你要的树 然后那些动物就没有地方住 动物会绝种 植物也会绝种 工业的话呢 就会造成水污染 空气污染 热污染 还有那个声音污染 水污染是因为可能会排污水 空气污染 因为你工厂可能会有冒烟 还是那种燃烧东西 Derma的话是热 因为你工业一定会有机器在燃 就会有热能 Buni是声音 你在燃机器也会有声音 公开燃烧 一定会造成全球暖化 温度会上升 很多人会中树 总结这一课 这个不灭地球 我们也有地球的系统 有大气层 大气层分成好几层 要去看 然后Hydrosphere 水层有分成三层 水的分布有哪一些 然后生物层跟这个地理层 地球的构造 要看地球的层面 有地壳 地慢 跟外核 内核 地慢 还有分成三层 地球的材料 有哪一些种类的石头 有什么特征 然后石头是怎样形成的 地球主要的过程 有地球外的跟地球内的 地球外的话 有Lulu Hawa Hakisa Susundan Bandarat Angutan Bengenapan 地球内的话 有Petatonic的移动 有熔岩 然后有地慢的滚动 地球的年龄 要看的是Skala Massageology 然后我们有一个方法 这样确认地球的年龄 我们要看化石 还有化石的重要性 天灾的自然现象 有一些科技 可以帮我们面对天灾 然后天灾有什么后果 地球的资源 跟使用这个地理 我们会使用这个地标水 那它的风险是什么 我们使用地底水 然后地底水的风险是什么 矿物质有哪一些 水热有哪一些